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项最新民意调查 它揭示了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瓦尔兹自被宣布为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后支持率飙升 而共和党候选人俄亥俄州参议员JD 范斯的支持率却大幅下滑 范斯最近因过去对女性的争议言论 以及与Project 2025计划的密切关联而面临严厉批评 瓦尔兹则在竞选活动中借机攻击范斯 称其为奇怪的人 特朗普是否会更换竞选搭档以提高胜选几率 敬请期待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详细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过去几个月中 美国政坛风云变换 特别是围绕2024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选择 最新的民调显示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蒂姆·瓦尔兹 Tim Walls自被宣布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的竞选搭档以来 支持率大幅上升 而共和党方面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选定的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J.D. Vance 则面临相反的情况 支持率急剧下滑 这场呼声和质疑交织的政治角逐 牵动着全国选民的心绪 瓦尔兹的支持率飙升并非偶然 根据NPR和PBS委托Marist Poll 在8月1日至4日间进行的调查 瓦尔兹的支持率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显著增长 相较之下 万斯的支持率却不容乐观 调查显示 万斯的净好感度未负9 34%好感 43%不满 比7月份的数据下降了5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似乎与万斯最近陷入的多重争议有关 包括他在2021年发表的针对女性民主党政治家的贬损性言论 万斯在2021年曾称一些女性民主党政治家为无子女的猫夫人 并指责他们在国家中没有直接利益 这些言论在当时引发了广泛批评 如今再度被提起 无疑加剧了他的形象危机 此外 万斯对家庭暴力和堕胎的过去言论也引来了新一轮的审视 以及他与保守组织联盟共同推动的2025项目计划 这些都让他的支持率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瓦尔兹却以其朴实无华的言辞和亲民的形象迅速赢得了公众的青睐 在一次MSNBC的采访中 瓦尔兹直言不讳地称特朗普和万斯很奇怪 这一说法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并被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人广泛引用来攻击共和党候选人 这句简单但强有力的评价 使瓦尔兹的国家形象进一步提高 瓦尔兹在与哈里斯的首次竞选集会上 重申了他的观点 我在中西不长大 而JD在耶鲁学习 他的职业生涯由硅谷亿万富翁资助 然后写了一本畅销书 诽谤那个社区 瓦尔兹说 这不是中美洲的本质 他补充说 他迫不及待想与万斯辩论 我必须告诉你们 这只是我的观察 他们真的很怪异 瓦尔兹直截了当的言辞和亲民的形象 让他在竞选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 吸引了大批选民的支持 而万斯则在多重争议中 疲于应对 支持率每况愈下 这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较量 无疑将成为2024年大选的焦点之一 究竟谁能最终赢得选民的心 仍需时间来验证 在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风云人物 都有他们的高光时刻 而副总统贺锦丽 卡姆勒·哈里斯 正迎来了他的时刻 刚刚登上时代杂志 Time 封面的他 笑容灿烂 眉眼间透着自信 那封面的右下角 赫然写着他的时刻 Her Moment 仿佛在宣告着 他是民主党候选人中 那颗最耀眼的明星 据《世界日报》报道 这期的专题报道 详细讲述了贺锦丽 在民主党内部如何脱颖而出 以及他竞选期间 面临的种种挑战 从早期的加州总检察长 到历史性地成为 守卫黑人民族 和南亚裔女性副总统 贺锦丽一路走来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 贺锦丽是一个充满希望 和力量的象征 她不仅是一个政治家 更是无数女性 和少数族裔的榜样 一位民主党内部人士透露道 贺锦丽的成功绝非偶然 她的竞选团队精心策划 策略得当 但这条路并不平坦 在初选阶段 她就面临了强大的对手 甚至一度在民调中落后 然而 凭借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她不断赢得选民的心 逐渐翻盘 与此同时 另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也不甘寂寞 再次在社交媒体上 掀起了波澜 据《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周一早晨 在社交媒体平台X 前身为Twitter 发布了一则视频 宣布她的强势回归 这一举动 无疑为X的拥有者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带来了巨大的胜利 因为他数月来 一直呼吁特朗普 重返该平台 他们想要让我闭嘴 因为我 永远不会让他们 让你们闭嘴 特朗普在视频中说 他们不是在对付我 他们是在对付你们 特朗普这番话 无疑又一次 点燃了支持者们的激情 他还在视频中宣告 计划在周一晚上八点 进行一场 与马斯克的直播访谈 这是他在近一年沉默之后 首次回归X 给这个 一直面临激烈竞争 和广告商怀疑的 社交平台 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特朗普的回归 对于X来说 简直是九汉逢甘领 作为曾经的 社交媒体之王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用推特频频发声 甚至平均每天发九次之多 他的每一条推文 都有可能引发政治震荡 甚至改变政策方向 特朗普的账号 在2021年被封禁 当时他的支持者们 冲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试图阻止选举结果的认证 推特当时认为 特朗普的推文 煽动了暴力事件 因此关闭了他的账号 然而 时隔将近一年 特朗普的回归 无疑是马斯克的一场胜利 马斯克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特朗普的回归不仅对X重要 对整个社交媒体 生态系统也是一种重塑 在这两位美国政治巨星的交锋中 我们看到了现代政治的复杂性 和媒体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贺锦丽以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而特朗普则凭借她强大的媒体影响力 再度掀起波澜 时代杂志对贺锦丽的专题报道 详细描述了她的成长经历 职业生涯 以及她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 她的父亲是亚买加裔经济学家 母亲则是印度裔的乳腺癌 研究科学家 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 让她从小就对社会正义充满了兴趣 我母亲总是告诉我 不管你身处什么位置 都要为正义而战 贺锦丽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贺锦丽的职业生涯始于加州 她先后担任就金山地方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 在这些职位上 她以铁腕手段打击犯罪 同时又倡导刑事司法改革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正如《时代》杂志所指出的 她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争议 在竞选副总统的过程中 贺锦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如何平衡她的强硬立场 与党内的进步派之间的矛盾 她的竞选团队 巧妙地利用她的多元文化背景 和职业生涯中的成就 将她包装成一个既有能力 又具有人情味的候选人 她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 她是一个能够打破成规 带来改变的人 一位竞选顾问说道 而在另一边 特朗普的回归 则展现了她一贯的风格 直言不讳 充满争议 她的每一条推文 都像是一颗炸弹 既能引发支持者的狂热 也能激起反对者的愤怒 我们正在衰败 特朗普在一条推文中写道 我们的经济崩溃了 我们的边界被抹去了 我们的国家在走下坡路 这种强烈的语言 无疑再次点燃了 她的支持者们的激情 同时也让反对者们 更加坚定地站在对立面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特朗普的回归 将为X带来大量的流量 和关注度 这对于一个 正面临激烈竞争的 社交媒体平台来说 是无比重要的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会吸引 更多的政治广告商 也有助于 提高X在社交媒体市场中的份额 然而 这也将带来新的挑战 如何平衡言论自由 与平台责任 将成为马斯克和他的团队 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政治和媒体环境中 我们见证了两位不同风格的 政治人物的高光时刻 贺锦丽以他的智慧 和坚韧走向成功 而特朗普 则以他的直言不讳 和强大的媒体影响力 再次掀起波澜 无论你支持哪一方 他们的故事都展示了 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和魅力 正如《时代》杂志所写的那样 这是他的时刻 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刻 在这个时代 每一个政治人物 每一个选民 都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一部分 他们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行动 都会影响到未来的走向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也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 结语或许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 而如何把握这个时刻 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贺锦丽和特朗普 无疑都在自己的时刻中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聊 Tim Walls的民意支持率上升的问题 首先 Walls在被宣布为贺锦丽的竞选搭档之后 支持率飙升 这难道不是对她能力的肯定吗 你想想 贺锦丽可是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女人 能和她搭档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Walls的支持率上升 说明民众对她的信任和认可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也太乐观了吧 贺锦丽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可不代表她的政策有多好 只能说明她的宣传团队很厉害 再说了 Tim Walls支持率上升 大概是因为她骂了Trump和Vance奇怪吧 你知道吗 这种贬低对手的策略 简直像是小学生吵架 难道这也能算是政绩 谢琪琪 你这话就不对了 Walls可不是只会骂人的小学生 他可是有实打实的政绩 他之前在明尼苏达州的治理可圈可点 特别是在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显著 不是谁都能在新冠疫情期间 把州管理得这么好的 对了 说到骂人 Trump和Vance是骂得少了吗 Vance还说人家是没有孩子的猫女 这不是更低级吗 楚天书 你说的那些政绩也不过是些基层管理 和国家大事相比 简直小屋见大屋 再说了 Vance那句话虽然粗鲁 但他可是有真才实学的 耶鲁毕业不说 还写了畅销书乡下人的碑歌 他的政策理念可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 而且Trump回到X平台 直接对着全球观众发声 这个影响力可是你们民主党梦寐以求的 谢其器 Vance那本畅销书乡下人的碑歌 你知道他的内容有多争议吗 很多人都批评他把乡村美国描绘得过于悲惨 甚至有种卖惨的嫌疑 而Trump回到X平台 除了继续他的狂言乱语 还能做什么 他当总统的时候 这个平台变成了他的个人发泄场所 而不是政策交流的平台 X平台的竞争对手可不是吃素的 Trump回来能不能带来广告收益 还是未知数 楚天说 你这就是极度Trump的人气吧 虽然他的言论有争议 但这正体现了言论自由 再说了 广告商可是逐利的生物 Trump的流量一旦回来 广告商会趋之若鹜的 而且你别忘了 Trump的真爱粉可是不少 人家可是会为了他捧场 你们民主党能有这样的粉丝基础吗 美国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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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